很多东部人听到这个消息应该都非常的开心 就是花东铁路电气化的工程 今天在台东车站举行了首航仪式 这个工程足足比西部地区晚了40年 很多民众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都非常的开心 我们就带你来看通车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不用码号通车之后我们如果从台北到台东 只需要一趟3.5个小时 这比起之前足足少了有一个小时之多 那么单程车票是783元 那么现在为了要推动普悠马上路之后 因此7月1号到7月15号是开放民众可以试程 首五天打8折的票价单程是626块钱 很多民众很开心而未来打普悠马号省时间 能够让大家玩得更愉快 那么参加今天参加通车典礼的总统马英九 就表示了这是台东人的大确幸 比西部晚了40年的花东铁路电气化工程 28号终于在台东车站举行通车典礼 总统马英九亲自出席 这不是小确幸 这是大确幸 我总可以 现在可以 不必每次来台东都向大家道歉 要停下来汇车 从台北到台东如果中间不停花莲 不停律底的话 这个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车子的班次 还有这个班次的频率跟速度 努力在做这件事 而担任首航驾驶员的是他 拥有22年资历的台铁唯一原住民驾驶 麦名吉能开到以自己背南族语命名的普悠玛 他感到超荣幸 因为这个首航 那我们长官对我的器重 让我觉得我的压力是蛮大 不过我还蛮荣幸的 普悠玛号是我们本身是 他代表我们背南族 我本身就是背南族的一眼 最高时速可达130公里的普悠玛号 通车后从台北到台东 将从原本最快4.5小时 缩短到3.5小时就能抵达 未来将分成指停花莲玉里的直达车 和增停锐碎 池上官身的半直达两种类别 15号台铁大改点后 平日往返台北台东 班次将增加到12列次 加日更多18列次 平均每半小时就有一班 帮助东部整体运能提升4成 哎呀 这个还可以调整 在大等节日 还是要甚至说要开放给我们 有给我们的压力 7月1号起普悠玛市营运15天 前5天还有打八折优惠 而电计划后铁路也跟着结婉取值 包括普悠玛和旧款行驶花东的 柴莲自家号都有降价空间 而台东县也首度有公车免费接驳 从车站到市区 第一年全免费 所以电计划工程逐渐完成 换到入网这块冰毒就只剩下难回 预计在109年拼凑完成 优优电TV潘俊文 林华吴登丽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